2月6号的一场地震不仅造成100多人无辜死亡 更让台南多处房屋误导楼塌 台湾处于地震带建物的安全该如何来改善 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 以协调建筑土木济师工会 将要来义务协助检视 全市房镇系数较差的老旧建物 我们针对于这个老屋 尤其是在921地震以前 它的房镇系数比较低的 这些7楼以上的建筑 我们跟新北市的包括建筑师 土木济师工会等等 谢谢大家的帮忙 愿意义务来协助我们做初步的一个建枕 那如果有问题 就可以让民众提早来做一些防范跟因应 那我们明天就开始 受理这相关大家的申请 除了检视老旧建筑物 朱立伦认为更应该加快都更的速度 民众最直接的考量就是利益分配 现在的住户希望居住的空间 不要缩小 最少也要达到老屋换新屋 一瓶换一瓶的需求 才能够加快老屋翻新的速度 那我们希望针对这些老屋呢 大家将来能够除了建筑以外 也尽快的能够从事都更 那都更的部分 我们希望政府基于防灾的需求 能够放宽它的条件 我们会跟中央来协调 至少让民众能够一瓶换一瓶 尽快的来完成都更 台湾面对地震的威胁 除了是加强民众对防震的教育之外 对建筑物的安全更是不能马虎 才能够避免台南围观金融大楼的惨案在发生 数位天空新闻 板桥报道